其实马总统要成立的这个速贪的廉政署 这概念是来自于香港的廉政公署跟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 不过呢这两个地区国家之所以能够真正的打老虎 除了是独立机关人员重新招募之外 还拥有独立的调查权 所以去年亚洲国家地区廉洁度的调查 新加坡跟香港就分别名列一二名 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地区他们的经验 电影无意探长雷洛传影射香港探长吕乐 贪污超过港币无意 最后却是塞在廉政公署手里 这张是ICAC第一张灯 而你们是ICAC第一班调查员 你们会被人用最粗的粗口骂 用最厉害的暴力斩击 1974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 在这之前香港官员贪污严重 让香港人再也无法忍受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英国籍贪官葛伯收受巨额汇还潜逃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办的第一个大案 就是将葛伯引渡神之以法 接着1976年办了探长公营电话公司主管贪污案 再到律政高官收回案 几个大案下来奠定廉政公署的公信力 香港廉政公署概念来自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 两个单位都是独立机关 一个直属总督 另一个直属总理 香港新加坡的干员重新招募断绝跟官员商界的利益纠葛 还有独立调查权 不需要靠检察官指挥办案 那如果你现在政府规划的所谓有旧有的机关 调派精锐人力 然后另外成立一个机关 我个人就不看好了 因为如果这些人真的能够办事情的话 他原来就应该办了 香港廉政公署一千两百人 贪官定罪率超过七成 新加坡编制八百人 定罪率更超过八成 台湾却只有三成 去年亚洲国家地区连结度调查 新加坡名列第一 香港第二 马总统要成立联政署 如果只是复制皮毛 想速摊恐怕也只是枉然 明星文章学员侯士诚 台报道